整個搭起來蠻融合的 分量蠻剛好的 我覺得這個價錢 已經很划算了 如果不想吃台灣傳統風味 內餡也可以換成西式風格 像是義式香料雞腿堡 將帶皮雞腿排煎到酥酥脆脆 一發開 有滿滿的義大利香料香氣外 淋上蜂蜜芥末醬 別有一番風味 這個是我們的義式香料雞腿堡 要先前一天一定要先醃過 然後有蔥醬蒜讓它先去 就是去腥味 主要下去 再醃上一天就可以用 要帶皮 一定要帶皮 煎到焦焦才會好吃 這個要先下去煎 它雞腿醃製得非常的OK 然後裡面有加一些蔬菜 我覺得對於夏天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非常清爽的一個 讓你覺得很影響去吃的東西 皮很juicy 然後就感覺中西合併第一次吃到 那它用花卷的話 可能因為是它手工的嘛 所以它很有彈性 然後吃起來不會覺得就是黏牙 它那個白色的那個花卷 那個花卷跟外面的花卷不一樣 那個吃起來是很軟 很綿嫩的那一種感覺 花卷它這個是手工下去捲出來的 然後再來它是老麵做的 然後口感上它是比較Q的 古早味手工花卷 搭配一層又一層的配料 顯香滋味在舌尖化開 配上一杯自製飲品擺香綠 更是對味 然後它裡面的雞肉就是很juicy 就是你看它這個雞排就是很厚啊 外面看不到 幾乎看不到這樣這麼厚的雞排 這麼厚然後又可以這麼美味 然後不會這麼柴 算是蠻厲害的 不只炸雞排受歡迎 雞塊同樣炸得很酥 裡面雞肉軟嫩多汁 醃漬過的調味 讓雞塊多了一層甜甜的滋味 加入麵線裡 吸收麵線湯底 更是意外的超級搭 外酥嫩嫩軟 有湯汁很好吃 它那個大腸也滷得很透 蚵也很新鮮 雞塊大得很酥 它是很有創意 就是說把傳統的 再慢慢加一些不一樣的東西進來 讓我是一個很全新的體驗 炸大腸這一個是我老婆 她很喜歡吃大腸 她研發的 不然太瘦 也不能太肥 滷過之後再來炸 而且我們的大腸 他們是市場裡面買的 直接從廚台廠那邊直接買的 炸大腸我吃 經常來這邊吃的話 它這邊的外皮型真的很多 都是一些外面雖然有 但是跟這邊比起來的話差很多 在這邊吃一吃就回不去了 好吃 讚 很多客人都說我們的東西很好 還有就是從高雄 偶爾會上海的 就是一定要來吃 說我們的東西其實就是 真的很便宜 你的料又多 人家如果跟我們輕盈 我們就很高興 好